大家好 歡迎收看汽車火鍋頻道 我們看一下星期三 走開數字有06 22 23 25 26 那我們只有中一隻是26這個數字 那昨天的話我們已經也是用這種10加16得出來的兩個數字相加出來的數字26 這個已經有五次好看一下禮拜三開始就出現了 第一支02加22 他的隔一期開出24這是第一個 那第2話是05加06 這兩隻數字相加隔一期開出11 這第2次 那10加16 合起來26 第3次隔一期第3次喔 09加11 合起來20 第4次 10加16 隔一期26 第5次了喔 已經 第5次了 那會不會可能第6次 10加20 30 這是我們推測的啦 那這種 那這種已經如果用很多次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機會就有點可能性就會降低 因為越多次 很多人可能會 也是這種想法 那 這種30的數字 搞不好還是有人會使用這30的數字啦 好 那我們今天 推薦的尾數可能會有推薦就是 那個5位的數字 5位數字的話因為我看到 22開第2支喔 好我們看一下喔 在5月20號 好我們移過來這 好我們看到5月20號這個數字 22開中間喔 各期 都開出兩個5尾喔 2535喔 好在看6月10號也是22開中間喔 各期也是有開出5尾的數字 會不會有可能在這一期會 開出來這個05 05這個數字 因為06開這邊 那像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格期有30這個數字 好這留意一下那5尾的話我今天會建議第1支數字就是05這個數字 好 05的數字喔那我就這邊先寫在這裡 第1個推薦數字是 05 好 05這個數字好第1個數字喔 好那我們再看 那個4尾的數字有沒有可能性 好我們看一下4尾數字剛好23跟25夾擊在中間 有沒有可能4尾這邊開出 好4尾我們看一下趨勢圖喔 好我們看一下18號6月18號星期四的喔 那我剛才前面抓05是抓這一支剛好禮拜四05 那還有個14 另外一個我可能會抓24在這裡 剛好是個夾擊牌 像今天也是開個夾擊牌的數字 21開的2223一起出 剛好是這種 兩個數字的夾擊 開中間 在2526 今天如果有人買這邊附近的話到這裡 從21或26 這幾個數字這樣買的話就中4 4個號碼喔 好那我們看一下 4尾的話我可能就推薦14跟24 124我不曉得會不會往上 就是 這個上禮拜五往上 走的方向 以及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那我這邊會推薦4尾的話就是這兩個數字 14跟24這兩個數字 4尾的數的話 好那我這個4尾的話就是 推薦就是14 24 以及24這兩個數字 4尾 這4尾的數字 5尾是單獨就一隻啦 好那 那 本來我都用那個托牌的方式 不過最近的托牌好像 的那種版路 好像不一定會 誰 這樣子剛好就出來 因為好像最近都是用加的方式 加的方式反而都會種一隻 那三尾會不會有可能性 這先保留一下 好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尾數我們去看一下 那比較久的話是七尾的尾數喔 1234 格式齊的七尾 那七尾的尾數的話 我們看到有幾個七尾 七尾18開這邊 三七 18 格齊 一個37個17 會不會有可能性17跟37一起來 18 他的一起開出是07跟37 最近幾期 最近幾期就是7尾跟9尾 比較沒有開出來喔 那0尾 剛才講的30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 連續12345 5次又開出0尾的數字喔 那0尾的話 我明天 的話 可能就不抓0尾這數字 若是抓的話會抓7尾跟9尾這兩個數字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一般 我看一下 五尾跟什麼樹一起 會一起帶出 我們看一下 05 09附近 05 也有跟19一起同時開出喔 不過發現05都會通常會跟 09在一起附近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05 09 的附近一起出現的 好我有找到喔 第一個是4月20號05跟0906也有一起開出喔 05跟0609 好那再往下看喔 那05又跟08一起開出的也是有喔 就是5月8號的 那在5月18號是05 07 08有一起開出的數字喔 再往下看喔 再看到5月28號 05 08同時開出的也是有 055 055就會跟08或09這兩個數字好像再往下看一遍 所以也不一定是說 那幾個數字又有05 06 好我們看一下喔 比較近期的 那比較近期的話 18帶出來的 格期會有37 18跟37同時一起出現 好那個是4月30號18的格期也有出現27 也是經常會出現7尾的數字喔 格期1727 18他格期也出現 07的數字 好我們看到18這個是幾月的我看一下 這是3月12號的 18格下來就會開出9尾09 好18 好18格期也開出09 這個是幾月我看一下喔 這就是來到3月30號的格期到09 好再來這個單獨18 他是2月24號 格期也帶出09 格期 格期喔 幾乎18格期都會帶出有9尾數字 機率比較高的 那9尾的話我可能就推薦是09這個數字 那也不會也 不敢說會不會跑出08 那這就要留意了那我是抓9尾的話抓09啦 09這個數字 那9尾的話我就是 抓09這個數字 好那我們再看還有什麼尾數喔 再來就是推薦是7尾的尾數 7尾1234有事情沒開出7尾了喔 好那我們看一下星期牌喔 不好意思太晃好OK 禮拜三喔加3還有6尾 星期三加36尾 那星期四 我覺得有可能有7尾的數字加3 禮拜四加3 有可能帶出7尾的數字 這是我個人想法啦 那我覺得是有可能有7尾的數字 那7尾的數字的話 我的選擇會選擇 37跟27 這兩個數字 好我們看一下喔 好7尾為什麼會選擇27跟 因為26開這邊 隔期有沒有可能27開這裡 或是隔一期 好在這邊 有時候他跟26隔一期開出27 那我不確定會不會27就 立刻就 直接開出來 17也是有可能 不過 通常禮拜五的 那明天是禮拜四的情況下 那只是一個 想法的七尾 那另外一個是37啦 37會不會禮拜 禮拜四剛好這個數字 直接往上開 由這個數字開出來 37 那因為38開在這邊 會不會123隔三期 開出這個37這個數字 在這邊喔 38隔了兩期 然後後來他也是38隔兩期 有沒有可能37 在這邊帶出來37直接在這邊 出現了 好這是一個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看法 那七尾的話就是27跟37 那17的話也是 有可能性 因為17跟27 剛好的差距 所以 所以這個 七尾我覺得 那 也可以 我覺得說其他七尾都可以 去做個考量啦 那我這邊就是在推薦個七尾的數字 七尾就是一個 27 及37 啊這寫顛倒了 沒關係那今天就推薦 這六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051424 九尾的話就09 七尾就是27跟37 這六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今天節目就介紹到這邊 那也預祝大家可以中獎喔 晚安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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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